拿到新手機原本應該很開心 但這位張太太卻完全笑不出來 因為不管是原本的舊手機還是新手機 現在通通有問題 我的新手機在使用的第三天 就馬上出問題 10月10號國慶日 張太太到了電信航門市 想要換新機 換了兩萬一續約 門市人員也幫忙 要把舊手機資料備份到新手機 沒想到最後舊手機死當 原本的資料也通通不見 工作紀錄 客戶維繫 前幾天表妹結婚的照片 全部都一絲 舊手機死當已經很倒楣 更離譜的是 新手機才帶回家用了沒幾天 問題一箩筐 電話根本打不出去 接電話聲音也有問題 新舊手機讓太太工作超級不方便 讓張先生氣得幫太太出面 得到的回應卻是 舊手機如果要修 最低的維修費要8000塊 而且無上限 你當初跟我講說 維修似乎無上限 依照維修的難易度來取決 總預算值 那現在怎麼會有 違約金三成 當下質疑 陳信店講說 你這不是明顯的說謊嗎 手機問題拖了快一個月 還是沒解決 從張先生提供的錄音檔 電信業者表示 舊手機備份過程沒有舒適 新手機也無法再另外更換 手機問題到底誰要負責 現在雙方各說各話 電信行總公司表示 目前還在了解處理中 但站在消費者角度 如果花了兩三萬換到一隻雞王 不管誰的心情肯定都很悶 記者台南綜合報導